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以及市议员许瑞茨等人现场观看一位机的操作示范 对于行动不变长者们的帮助 也减少医护及照护人员移动长者们时的负担 基隆市信仰中心庆安宫秉持给人骂慈悲大爱的精神 再次捐赠价值200多万元 总共各两台的操音波机以及一位机给基隆市立医院 协助提升医疗品质和能量同时照顾长照长者 我不是常常说长照很重要 急修更重要 如果没有办法急修 所以这个环节都会更加上了 所以拜託我再把手指 这是我给你讲的 如果没有人照顾就没有 连同上次捐赠给基隆市立医院的医疗器材总价值更是达到500万元左右 庆安宫的爱心善行获得市政府卫生局以及市立医院由衷感谢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等市议员的肯定和称赞 我们的市长和议长市政府和议委同上合作 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医疗品质 可以先给他们一个掌声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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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这个我们从小这样看着这个妈祖庙长期在捐助我们所有各大机关 那我们现在基隆市也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 超高龄化社会 所以我们在长照的需求非常大 那我们希望基隆市会跟基隆市政府共同来努力 需要争取更多的经费 外部的资源 需要尽量让我们基隆市的长辈 65岁以上都可以照顾得更好 在地劳化 那今年又捐赠了这个超越波 我们很多建立中心来以后呢 很多需要在追踪的 这个感谢然后请求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就答应了 所以让我非常感动 那另外还有两台就是住民的这个移味机 因为大家知道过床久的话或者躺久了以后 老年人都比较吃之容易乱缩 所以变得不容易移动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衣器后 住民要到椅子上来 从床上要到椅子上或者 从床上要到蓄意式洗澡都非常的方便 那相关的设备其实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那像这样的一个移味机呢 其实因为我们照顾能力大量的陆水 那他们也非常的辛苦 在移味上也很容易受伤 那新安工也觉得这样的移气 来降低我们照顾能力的压力 跟照顾能力的一个固难 真的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谢 包括信义区长吴小慧本能 市议员呂美玲以及何淑萍 也分别指派服务处主任前来管理 同样敢配庆安工等善行义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